各位666数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性原理篇 最近周老师读到一本爵士好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价值 是高领资本的张磊写的 那高领资本的张磊 从一个穷光弹到今天 掌握着5000多万的私募基金 他自己的身价也超过几百亿 那么他提出来 他在做投资的时候 他有一个惯性思维 叫做第一性原理思维 那么第一性原理思维 其实这个词呢 这几年特别的火 那是有谁带火呢 其实是有埃隆马斯克带火的 那拥有第一性原理思维 这个思维是一个顶级思维 很多人都在研究 张磊的成功就来自于 他的第一性原理思维 很多人也在说 马斯克的成功 今天成为全球的新首富 也是因为他的第一性原理思维 其实周老师也是一个 运用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人 那今天周老师又来给大家详细的抛解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思维 投资价值投资者 应该坚持第一性原理 从本质上理解投资 理解价值投资 第一性原理呢 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 他强调 任何一个系统 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 它是一个根基性的命题 或假设 它不能被缺行 也不可能被违反 简单的来说 在一个逻辑系统中 某些陈述可能有其他条件 推导出来 而第一性原理 就是不能从任何其他原理中 推导出来的原理 是决定事物最本质的不变法则 是天然的公理 是思考的出发点 许多道理存在的前提 坚持第一性原理 指的是 指的不是用类比 或者借鉴的思维 来猜测问题 而是从本来是什么 和应该怎么样 出发来看待问题 相信凡事背后皆有原理 先一层一层的 拨开事物的表象 看到里面的本质 再从本质 一层一层往上走 就讲到这以后 可能很多人就懵了 老师你这个 我真听不懂 啥意思啊 那咱用大白话 来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普通人的思维运作方式 叫做归纳法 或者叫推理法 什么意思呢 今天 比如说马斯克做电池 当马斯克去做电池的时候 所有人都告诉你 这个电池非常非常贵 电池所有厂家 卖的电池的成本 都在600美金以上一块 然后市场价都卖到800了 而你想做特斯拉 你的电池价格降不下来 特斯拉就不可能 这个普及化 那这个时候 马斯克 如果是按照正常来讲的话 真的吗 来我去看看 来我去这个电池厂看看 我去这个电池厂看看 看完以后发现 哦原来电池成本 真的这么贵啊 那算了 那我也只能这么贵了 这就是普通人的思维 普通人的思维是什么 归纳法 或者叫比较法 看别人 别人都是这样的 那就应该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呢 再举个例子 每天早上 太阳都从东方升起 今天明天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都是这样 你就得出个结论 太阳每天一定会从东方升起 这就是叫做对比性思维 或者叫归纳法的思维 而这种思维 其实并不是真相 什么是真相呢 真相就是用第一性原理思维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做对比啊 别人说电池成本是800块 是真的吗 看到电池厂都卖800块 不代表就真的是800块啊 怎么办呢 来 我直接找一个电池专家 来 把电池给我拆下来 拆下来看看 电池是有什么东西组成的 是有铁 是有钳 是有碳 是有这几个金属组成的 是吧 来 我马上去金属市场 找到这几个东西的成本 找完以后 得出来一个结论 这块电池的成本 组成这个电池的材料 不好意思 只需要80美元 这就是马斯克的思维 值其本质 然后马斯克就在想 那为什么组成这颗电池的成本 只有80 而到最后变成600了呢 很简单 排列出现的问题 这几个东西的配比 配方 排列出现的问题 我只需要排列上 用尽功夫 找到那个最牛逼的 那个排列顺序 那我的成本就能打下来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 马斯克就成功 然后再讲一个马斯克 这个第一性原理思维的 一个创业的经验 他发现地铁现在太慢了 他想找一个快速的地铁 然后如果是普通人思维 又该怎么办 全世界找 对吧 不管是高铁 不管是全池福 然后不管是地铁 全世界一看 就是这个速度了 没有了 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 最快也只能这样了 这就是对比思维 而马斯克就不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列车 为什么只能跑这么快 凭什么 好 有没有比这个东西 比它跑得更快 原理是什么 原理不就是动力吗 既然它的原理是动力 我不跟别人对比 我就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那请问动力怎么样的快 飞机的动力快不快 快 火箭的动力快不快 快 那火箭动力比飞机更快 火箭为什么快 因为火箭是发射性的 对吧 发射性直接 那个太快了 那火箭是数字发 那能不能把火箭横着发呢 如果我们把那个地铁 变成像一个子弹一样 像一个火箭一样 横着发射 那那个速度不就精神快了吗 结果它就成功了 全球最快的叫胶囊地铁 对吧 那未来可能去 从这个洛杉矶到美国纽约 那可能只需要几十分钟 太快了 那直接就发射过去了 这就是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思维 那我们再来看看 张磊的价值投资 那高领资本呢 在国内投资了非常多的巨头 美团是他投的 当年的腾讯也是他投的 然后这个包括蓝月亮 包括这个良品铺子 包括公牛 包括隔离电器 然后包括这个百利协业 就很多很多很顶级的企业 他投的企业 现在他的原始投资 这个从高领创业到现在 以每年的比例是40%的低增 收益率远超巴菲特 所以张磊又被业界称为中国的巴菲特 那张磊投资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人在看投资的时候 就是这家公司股票涨了 K线图 技术面 利好消息 是根据这个来投 那这个投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我们既然要投资一家公司的股份 我们就要搞懂 这家公司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第一性原理是什么 第一性原理 这家公司有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吗 有没有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吗 有没有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时代创造价值吗 如果有我就投他 如果没有 他的股票再怎么涨 跟我没关系 我不会去投 因为我价值投资 他的第一出现就是第一性原理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他企业为什么存在 企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企业存在的本质是客户需要 是能为客户带来价值 这个企业才有可能持续增长 企业持续性为客户带来价值 这个企业就能持续成长 我投了他 我持有 慢慢的他会上市 慢慢的股票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就会赚更多的钱 但是如果说我只是看到这个股票的 庄家进去 然后赚钱了 然后我就投 那叫投金 那不叫投资 所以这种思维是非常非常顶级的 我再给你们举一个 周老师用第一性原理的案例 最近呢 我有一个学生 跟我说周老师 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这个你不是跟我们说买黄金吗 然后呢 我现在找到一个公司 买这个黄金呢 买多少反多少 反一倍 用同样的钱 多那么一点点的钱 然后可以买两倍的黄金 太好了 我这个项目能不能做 就是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呢 我身边很多人都反了 很多人都反到黄金了 很多人都赚到钱了呀 所以我看到了呀 所以我很兴奋啊 这就是对比思维 别人都赚到钱了 别人都在做 那我也要做 不好意思 周老师不是这样 周老师永远是用第一性原理思维 来凭什么他公司敢反给你 他公司的原理模式是什么 他公司靠什么赚钱 他反给你 他怎么能赚到钱呢 知己本质 这家公司干什么呢 这家公司就是卖黄金的 那他是卖黄金的 如果他都按照这样子卖给你 还都反给你黄金 用同样的钱 买两倍的黄金 这家公司怎么赚钱 第一性原理 直接用这个思维击穿他 然后开始抽丝拨减 好了 你把商业模式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我说你不用讲 我来猜吧 他卖的黄金一定比银行卖的要贵 是不是 是 他反给你绝对不是 你今天买马上反 他是有时间限制的 是不是 是 他是慢慢反 他除了慢慢反以外 他肯定让你拉人头 让你推荐新的用户 然后就给你多反 或者增加你反的速度 老师你知道这个项目 我说我不知道 全是猜测 全是通过第一性原理推测出来 演绎出来的 他说是啊 老师 我今天我买的金价呢 确实比在银行买的贵一点 但是呢 我们签完合同了 合同上说了 他会反我一倍的黄金 比如说我用突然的钱 对吧 我买这个 这个 三十个金条 他会再额外反我三十个金条 但是这三十个金条怎么反的呢 哎 每月反一点点 然后呢 连续三年反完 当然了 如果说我能推荐五个人 然后呢 就会加速 就会快一倍 反给我 一年半就反给我了 那如果我再推荐多少人 我就能怎么怎么加速 这个商业模式一讲 我就说了 那肯定是传销 不用说了 肯定是骗局 他今天能反得了 就忽悠你买 然后买的买的 买到最后的结果就不反了 而且他的黄金是真是假 咱不知道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就是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被资金盘骗 然后被空气壁骗 为什么周老师不会被骗 因为我永远不用对比法 我永远用第一性原理出发 这就是个庞氏骗局 这就是几股传花 这就是零和游戏 有人赢就一定有人输 那换句话讲 做庄的他一定是要赢的 那输的一定是我 就这么简单 我根本就不会参与这个东西 我可以一眼看穿这些事情的骗局 这就是第一性原理思维 这个思维是个非常定义的思维 不管你是投资还是创业 用这个思维来去做 那就厉害了 张磊也讲到这个 用第一性原理来投资的这个案例 对吧 我投资企业 我投资企业 不管你别给我讲 你的企业有多少利好 什么东西 不过讲其他 来就讲一条 你的企业的创始人团队 来叫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格局 有没有境界 有没有实力 有没有价值观 有没有使命 就这一条没有 人没有这个事再好 没有用 做不起来 这就是本质 对吧 三流的人做一流的事 也能把那个一流的事 做成三流 一流的人做三流的事 也能把三流的事 做成一流 创业的本质是人 这就是用第一性原理思维来去看 项目说的天花乱坠 团队不行 没有用 发心不正 没有用 周老师也是一样 周老师经常教你们 投资要用 输家战略 也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我们投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就是原理 这就是真相 这就是我们的本质 这就是投资的本质 那我今天有两个项目 一个五千万要投 一个投五百万 结果我现在 我只有两千万 我投了这个五千万的项目不够 我还要借三千万 如果亏了 我想欠价荡产 我还背负三千万的外债 我为啥 那我肯定投这个五百万的 万一我赢了呢 对不对 这就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这个思维非常非常的顶级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假如说 你从对比性思维 变成了第一性原理思维 从此以后 你跟人已经不一样了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很简单 就是一眼可以看穿别人的本质 一眼可以看穿本质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普通人是在万物里打转 而高手是直接在道上 直接在道上 能够直接看懂整个商业的本质 一秒钟看懂事情本质的人 跟花了一辈子都看不懂 事情本质的人 两个人的人生是天上之别的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